腰椎间盘突出打封闭针有用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傅站立先是第三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椎间盘突出打封闭这个概念可能就有点大了 因为那个椎间盘突出也是我们讲过 还是要根据椎间盘突出的大小和引起的症状 我们才去选择一些合适的治疗 当然局部封闭是对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疼 或者是韧带疼是有效的 但是真的出现了这种神经根性的疼痛 靠局部封闭可能是效果就不会好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椎管内的治疗 包括椎管内打一些这种激素 打一些这种消肿的药 局部封闭可能就效果就很有限了 一般我们椎间盘突出 我们不是太建议去局部封闭 局部的封闭治疗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 这是我们也给病人经常讲 这个教科书里边已经推崇了这种治疗方法 最常见的我们局部封闭的治疗 就叫软组织的疼 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这种肩部的肩周炎的疼痛 或者是网球轴的疼痛 或者是狭窄身肩周炎的这种 就是有固定压痛点的这种韧带的疼痛 关节部位的韧带的疼痛 局部的封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实用征 这种肩周炎的疼痛 这种肩周炎的疼痛